字幕 李宗盛 凌凌姐 现在好男人真的买少见少 你说怎么办? 人们常说上游身身 其实渣男人不会有样看的 不如你过两支给姐妹旁身吧 好 当然有了 我立刻给个示范大家 大家最怕见渣男的了 所以我们先举个例子 这些和这些都不买 不用的 都是好男人 我们要辨别好男人和渣男 是要有些技术和有些基本的条件 看男人最要先看一件事 就是先看眉 眉是很重要的 因为眉是代表有计划能力和实行能力 当然如果你说我见到一个男人眉淡 眉淡是相对上比较咸实点 好色点 没关系的 如果你喜欢好色点 就选眉淡 没所谓的 人觉有事 眉笼的人 就比较家庭责感重点 而且眉笼的朋友是怕老婆 所以我们选男人 当然选眉笼 怎样怕老婆 眉是一道杂 眉是一道杂 到杂生得稳 老公不会出去滚 很重要的 这个 眉有几个条件 一技粗 二技俗 三技年眉 四技压 五技短促 粗 粗得来要浓 可以关刀眉的 太关刀眉的人 有少少暴力倾向 太过建议勇为 那又不行 眉仍要漂亮 因为眉是计划 用糖眉乱了 眉太淡 那些 湿痕纹味很差 那就不好 现在我们森美大哥 糖眉是漂亮的 有够浓 鹿蜓的眼头 鹿蜓的眼头 有点尖尖的 这些位置 有时有很可爱的想法 就是哄老婆 有些古古怪怪的 鬼灵精的 这些是 我自己觉得 两个都应该是 眼尺绿绿 有爱心 通常 眼大的人 是有感性的 感性的话 原则上 当然是疼你多一点 还要看乎眼珠 眼珠多的人 是比较有爱心 和感性的 但也不要太多 如果眼白和眼珠的比例 如果真的有太多 黑眼珠 我们的孩子眼 又会很蠢 经常被人骗 所以就不太好 所以黑白分明 就聪明一点 聪明一点 聪明一点 鼻头要圆 鼻头有肉 心无毒 三个都是鼻圆的 鼻尖 鼻尖 鼻骨 这一类通常也不太好 嘴唇太薄 说话 靠不住 整天骗你 牙喇疏 口水多 见了牙喇 见了牙根 有些 把你的秘密 给人知道 又不好 但 口要够大 口够大 试验能力 是比较强 牙齿齐 不会整天跟你吵架 最好歌都可以唱 上唇口中情 下唇口就中性 嘴唇够厚的人 不太鼓滑 嘴唇太薄 通常 撇旅的时间 头也不回 因为那些人是薄情 嘴唇厚的人 想着以前的女朋友 初戀那些 感性 那种感觉 所以 要適中才行 要见到 在市场上 经常听到 会骗人 召元松 召元窗 那些全部 都是嘴唇磅 嘴唇不漂亮 这些朋友 全部都是 合格 皮肤都重要 太过白正 那些 以前 要讲 小白脸 信不过 我们最不喜欢的 男生 就是太白 那些叫面如腐粉 好像没有茶粉 那些 又真是会骗人的 刚才说的 要你说 我见到个男生 微微 糖味很稀薄 很淡 散光 微微散光 没有计划能力 没有家庭的责任感 你不要考虑 眼睛太小 自私自利 黑眼珠 又比较少 在眼睛 亦是想自己 鼻头太尖 又是不好 拳臂不配 不要 嘴唇太薄 不要 牙齿不齐不好 都齐了 如果这样也挺丑 如果这样的话 真的 各位姊妹 要懂得做 搞定 下次再教大家 其他东西